陳肇始於網址表示 行政長官在2018年施政報告宣布 在天水圍港鐵站對出的天福路路段興建新公眾街市 政府其後就項目及其初步設計概念諮詢元朗區議會 木漸正在招標 目標是2022年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2027年上半年落成 該報告亦宣布計劃在東沖市中心港鐵站比倫的第六區商業大廈低層 設置新公眾街市土木工程托展處現政就項目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 政府會在東沖市中心港鐵站附近的富東街設立臨時街市 預計明年第四季落成啟用 另外當局已預留20億港元退行街市現代化計劃 改善食環處轄下公眾街市各類設施 首個翻新項目是香港仔街市 估計涉及2.54億港元費用 款項已獲立法會批准 政府會在8月展開前期預備 會在11月起全面關閉街市已進行工程 預計2022年完成 當局正為11個街市進行小型翻新或改善工程 包括聯和區街市、花園街街市、旺角熟食市場等 其中4個街市的工程已完成 只有11arios等 總共產業費く平台時 third concic堆 但是懸市д pret! 萬一 auditor就過去 電視口運的市民 敬 Brilliant 雙門總共產總共產生 功産運 設計劃